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百九十六集 有一年冬至 半嫌以郡主驸马的身份被召入宫中 在太后如兵般的目光下 极无兴致地吃了一顿羊肉汤 似乎还是在那一年 大皇子开府请客 正是在这亭中 除了太子之外 李氏皇族所有的年轻人都到了 二皇子也到了 如今太后死了 二皇子死 太子死了 该死的人不该死的人都死了 就剩下被锁于京都的范贤 被隔于东夷的大皇子 被忧于宫中的三皇子 再加上这五位姑娘 所有的子辈都隐隐地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难道他就好过吗 范贤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宫里的皇帝陛下 站在庭口有些出神 半上漠然无语 火锅送了进来 只是今天这顿饭众人吃得有些沉默 大概各自心里都想到了一些什么事情 范贤坐在柔家的身旁 就像一个和暖可亲的兄长一样 虚寒问暖 替他涮着锅里的羊肉 这亭里的姑娘们 大概也就柔家显得最为怯弱可怜 虽然宫里有丰盛 这个靖郡王大概几天后就会回府了 可是想到一位姑娘家 在靖郡王府里独熬了数月 范贤便止不住地联系起来 没有仆妇在亭中 大家说起话来显得随意许多 便是那位有些拘谨 有些陌生 眼里边泛着趣意的王童儿 也没有被冷落的感觉 范贤起身去停角去识银探 眼角余光里 却瞧见叶灵儿跟了过来 我知道你心疼王童儿 范贤站起身来 望着他轻声说道 王童儿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是不是像叶灵儿一样 变成年轻的寡妇 谁也不知道 叶灵儿叹了一口气 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纵马于 京都街巷的俏女子了 说道 师父 难道你就这样 和陛下一直闹下去吗 范贤沉默片刻后说道 你问死我了 不过陛下的眼里 只怕根本没有我 再过几天 或许西边就会有消息过来 你帮我打听一下风声 书密院里 暗底下有没有什么动静 正事方面 父亲可不会让我插手 我又不是孙贫儿 叶灵儿 称了他一眼 玄机面色微暗 说道 我不知道师父 你在做什么 我只想劝你一句 该劝的话 早就很多人劝过了 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范贤笑着 拍了拍叶灵儿的肩膀 他们二人之间 想来不顾及什么 叶灵儿没有习惯性的 挑挑眉头 反而脸上的神情 有些暗淡 说道 家里总有议论 会钻进我的耳朵里 虽然我并不想听这些 但是北边那些事情 父亲很生气啊 他看着范贤 欲言又止 半仗后认真说道 毕竟你我是庆人 范贤点了点头 没有说什么 笑容却有些苦涩 派往东一城的 起年小组成员 与穆风儿碰头之后 将他的意志传递了过去 让小梁国的动乱 重新燃烧了起来 从而想办法 抗阻朝廷的旨意 让大皇子能够留在东一城 可是北齐的反应 实在是出乎范贤的意料 因为算时间 王启年应该刚到上京城不久 自己让他带过去的口信里边 也并没有让北齐大举出兵的意思 只是请那位小皇帝 看在两人的情分上 帮东一城一帮 帮忙有很多种方式 而像如今北齐这种做法 毫无疑问是最光明正大 也是让范贤的处境最尴尬的内容 他从沉思中摆脱出来 以免夹着银探 以免轻声与叶灵儿说着闲话 想从叶府里的支言片语中 了解一下 书密院方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动静 因为宫里那位皇帝陛下 对北面战士的反应太淡漠 淡漠到范贤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然而却不知道这抹味道 究竟落在何处 冬至之后过了几日 范府又摆了一次家宴 这次家宴并没有像和勤王府那样 将皇族里年轻一代的人们 都请了过去 是纯纯正正的一场家宴 除了府里的主人家之外 还有莱克之友范门四子 杨万里被从公布园外郎的位置上 打入大狱 在狱中受了重刑 那日大理寺宣判之后 被范贤接回府里养伤 到如今还有些行动不便 脸上怨恨的表情 却早已经风轻云淡 只是安静地坐在下手方的位置 范门四子里爬得最快的是程嘉林 他已经坐了苏州之州 可是如今被范贤牵连 也很凄惨地垮台 宫里给他安的是 侠记亲临两桩大罪 实在是有些过重 被强行地锁拿回京 这一个月里边 范贤为了他前后奔走 熬神费力 终于保住了他一条性命 却也丢官了事 眼看着再无前途 程嘉林有些无神地坐在杨万里的下方 长许短叹不已 花厅里边一共摆着两桌 女眷们都在屏风后面的一桌上 外面这桌只坐了范贤 并扬成而人 他们并没有动住 而是在等待着谁 花厅外 雪花在范府的花园里 轻轻扬扬地飘洒着 等待着那些归来的人 并没有等多久 一个顶着风雪 在仆人的带领下进入了花厅 正是这些年离开南京 秉承着范贤的意志 在满天下一桶青楼大叶的石产利 石产利入厅 不及胆去身上的雪花 便先对主位上的范贤深深一礼 又隔着屏风 向内里内桌上的师母 拜了一拜 这才转过身来 看着杨万里和程嘉林苦笑了一声 上前抱了抱这两位 许久不见的友人 他如今和桑文 共同主持着抱月楼 自然清楚天底下大部分的消息 也知道这两位友人 数月里的凄惨遭逢 一切尽在不言中 只是一抱 便已竖尽了离情与安慰 你身子不便 就不要起来了 石产利很自觉地坐到了程嘉林的下方 隔着位置 对坐视欲起身 说话的这个杨万里说道 虽然他如今已经是天下数得着的富商 放在哪一处都算得上是一方豪杰 然而早些年一心苦读圣贤书所养成的习惯 还是没有改变 尤其是内心最深处那抹遗憾 让他很自然地羡慕杨万里 程嘉林 侯继常 这三位友人的历程 也总认为自己这个商人身份 应该坐在最下面 杨万里与程嘉林互视一眼 苦笑连连 也懒得理会这个迂腐的家伙 便转头说这些闲话 也没有人去谈这几个月里边自己悲惨的遭遇 也没有谁去对朝廷大肆批评 因为他们不想再让门师犯贤 因为这些事情而焦心 又等了一阵 始终没有人再来 桌上树人的脸色便开始变得有些尴尬和难看起来 程嘉林看着范贤微宁的脸色 喃喃说道 或许是雪大 在路上耽搁了 杨万里紧紧地抿着唇 叹了一口气 端起面前的酒杯 一饮而尽 史产丽有些不解地看了一眼范贤 说道 据我这边得到的消息 纪长应该七天前就归京了 只是朝廷没有给他定罪 只是让他晾着 范贤挑了挑眉头 笑了笑 说道 实际年末 官员同僚们 多有往来宴请 一时排不过时间 也是正常 话虽然如此说着 他的心情却依然难免有些阴郁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闫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小说 庆云年 侯继长回京数日 却没有来范府拜见 朝廷里的眼线也查到丰盛 似乎宫里对他没有什么至罪的意思 这一切已经说明的很明显了 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边 背诗求荣的事情不是说没有 只是瘫到自己的身上 范贤的心里还是有些不好受 他的目光缓缓从桌上三人的脸上拂过 心里泛起极其复杂的情绪 史产利本来还在宋国国都 此次却是冒险回京来见自己 杨万里自不用说 便说已经坐到了苏州之州的程嘉林 范贤一直总以为他性情偏柔弱了些 不大敢信任 没想到此人宁肯被夺官职 却也不肯背离自己 而侯继长却出乎意料的没有来 听闻今日贺大学士府中也在设宴 史产利的脸色有些难看 说道当年您入京之前 他们二人并称京都才子之首 也曾有些私交 杨万里咬牙 阴怒说道 好一个计常啊 气暗投明的事情做得到快 改日见了面 定要好好的赞叹一生啊 这话自然是在反逢 程嘉林听了只是一味的苦笑 半赏后悠悠叹息说道 想当年在同福客栈之中 杰潮兄对我等说 小贩大人便是行路的时候 也会注意到散上的雨水 滴入摊贩的油锅之中 这等爱民之人 正是我等应该追随的对象 却料不到 如今他 哎 一声叹息罢了 范贤反而笑了 招呼三人开始吃菜 说道 人各有志 再说如今我又无法在朝中做事 机场想为百姓做事 和贺大学士走近一些 也是正常啊 这话说的平静 谁也无法瞧出他心里的那抹阴寒 范贤其实也清楚 翻门四子之中 他本来最看好的便是侯几长 只是世事美多奇妙 不知道是范贤的安排出了漏子 还是运气的问题 翻门四子李 杨万里 就大敌有功 升阵天下 程嘉林 年纪轻轻便坐上了苏州之州的位置 也是当日陛下亲赵入宫的新正七君子之一 石产力虽然没有进入官场 但抱越楼东家的身份又是何其光彩啊 天生只有侯几长 仍然天居焦州 无法一展胸中报复 现如今范贤失事到底 这位侯大人只怕在心有不甘之余 也被迫要密些别的法子 关于这一点 关于这一点 范贤并不是不理解 但他只是不高兴 尤其是对也在开宴的那位贺大学士不高兴 九过三旬 几人闲聊着这些年来在各自位置上做的事情 杨万里讲着那些白花花的银子 是怎样变成了大江两旁的巨石和土方 程嘉林讲着他在支州任上 怎样保静安民 怎样通过小贩大人的帮助 将那些盐商皇商收拾得服服帖帖 怎样替师母筹措银子进入杭州会 帮助了多少贫苦的百姓 石产丽则含笑讲着天下的见闻 以及那些青楼凄苦女子 如今的稍微好过些的日子 还讲了一件趣闻 据说在某些抱月楼的这个后阁里面 如今竟是供奉着小贩大人的神像 因为小贩大人保佑了很多姑娘的生命和安全 此言一出 除了石产丽自己之外 所有的人都把酒喷了出来 三人虽都是在闲聊自己的事情 其实都是和范贤有关的事情 讲的都是范贤这一生 做的一些立国立民的事情 范贤不是圣人 只是个凡人 自然也是高兴了一些 他含笑望着这三人 听顿半赏后 开口说道 万里这些天 一直住在府里 反正他在京都里 也没有正经家宅 嘉林呢 你家眷还在苏州 干脆也搬府里来 门师一开口 三人同时安静了下来 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看着他 苏州家里的事情 我有安排 你不要担心 范贤望着 程嘉林温和说道 把这段日子熬过去就好了 今儿喊你们来啊 就怕你们对朝廷心有怨憎 对我心有怨憎 反而害了自己 他苦笑了一声 说道 当然 如今看来 计常那边是用不着我去管了 不过 你们清楚 我对你们向来没有别的要求 不过是那八个字 所以朝廷即便想从你们身上抓到我的罪状 那也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计常那边他有自己的考虑 但想来也不会无中生有的出卖我 范贤的表情平静了下来 缓缓说道 你们四个随我在天下为官 但那是太平时节 所以需要你们出力 而如今天下并不太平 所以需要你们隐忍 我知道你们想帮我 所以私底下还去找了一些交好的同僚 但以后不要这样做了 我的事情啊 不是朝堂官员们能解决的问题 程嘉林苦笑着应下 他们都记得清楚 当年他们外放的时节 范贤给他们留的那八个字 好好做人 好好做官 如今既然做不得官 那便老老实实地做人吧 范贤的眉宇间有些隐痛 陛下将自己身边所有人都打落了尘埃 着实让自己左顾右盼 有些焦头烂额 这一手着实是太过狠毒 家宴之后 杨万里与程嘉林自去后园寓所休息 范贤把石产利留了下来 他千里照石产利回京 自然不是只为了吃一顿饭这般简单 书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石产利再也不用掩饰什么 愤怒地把侯继长骂了一通 范贤摇头说道 继长终究只是一个读书人 一个官员 哪怕现如今才学会钻营 又哪里知道他犯了个大错呀 石产利心头一寒 他知道门师太多秘密 自然知道门师不是一个简单的权臣而已 门师的力量更在权位官位之外 侯继长的背叛 实际上是激怒了一位黑暗中的君王 不要担心我会杀他 我没有那个闲心 范贤威锤眼帘说道 我让你查的事情 查得怎么样了 东夷城和北方都没有异样 和表面上的战火毫不冲突啊 石产利先补了一句 随后认真回答范贤的问话 您要查的宫典出京一事 确实有些蹊跷 书密院在两个月前 向南找方面发出了一封调令 只是密集极高 楼里也只是探到了风声 如今没有院里的配合 很多消息都只能触到表面 南照 那里有什么问题啊 范贤皱着眉头问道 叶帅的公子就在南照前线 以朝廷惯例 南照如今并无战事 新主继位已满三年 那一路边应该折扮回京都树工 石产利看了他一眼 继续说道 按时间推断 这时候应该已经到了京都必见 然后分还各大营 然而那一路边军始终未到啊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有可能去了西边 范贤心头一震 忽然想到一个极为可怕的可能 摇头说道 这么大的军力调动 怎么可能瞒过天下人去呢 若是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南边 哪怕是魏州南县 有关五妹他们帮忙 或许就能查出动静 石产利自责说道 只是包业楼这几个月 一直注意着京都 东夷 北齐三地 对那边的情报 书里不够仔细啊 不管你的事情 是我点的重心 范贤有些头痛的 揉了揉太阳穴 自言自语说道 叶灵儿他哥哥 这次常年不在京都 我都忘了还有这么一个人 按时间算来 如果南昭边军真的回拔 过京都而不入 若真的是去往西 岂不是已经到了定州啊 范贤抬起头来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眼眸里充满了不安与疲惫 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 只不过这些月 自己一直被软禁在京都 监察院又在阎兵云的看管下 只靠抱月楼 确实无法准确地掌握 庆国的军力调动 感谢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小说 《庆余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甘二华 本来电视频 播出品 专家路云 本来电视频 »